这个数数学上也说 一个人的命牌 如果比如说七乘四语 你出生在两个星宿 或者两个宫的中间的交界处 此为数处 就这个人呢 第一 就非原配所生 这个就比较严肃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同时也代表着 一个人出生卑微 那么在这儿秋七四呢 有这个人非长子 次子 次女这样 同时直接就代表了 你的地位出身 甚至家境 那贫寒 这样 那是不是说 一个家生的孩子多 就代表 家境越来越差了呢 要付出 花更多的钱呢 这我们不得而知 就算好 也是事后 长大以后 人的命运才会好 家庭才会好 那叔叔也是这个道理的 你直接就能看得出来 就代表这个意思 你又怎么说呢 那一个人呢 有先来后到 那你先来的 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要做更多的事 你的名声身份地位 才会高 为王 那你如果你 你站了这个位置 又不做这些事 那么你反而更低 就是说你这一个人的角色 在什么身份 什么场合 你就必须做什么事 这就道了 那谁让你 没得选呢 这不得不如此 人道 做道了 那效法的 其实就等同于天道 那你说 我怎么这么倒霉 这个就是玄学的玄学了 你内心的起心动念 因果 所谓的轮回 甚至不是你这一辈子 完全能左右的 全身的受伤债 在功德部上 全能写得清楚 我们看不到 凡人肉眼凡胎 看不到 有些灵感特别好的人 可能知道一点 甚至能看得到 那 都不是一般的福报了 那道远这一方面 就很深厚了 而且 还有你 主要都是自己的原因 老师不是讲吗 自作自首 你自己做出来的结果 而且 还有一定的 一部分原因 我们说 懵懂无知 这些所导致的 也不管 这错就改 老天 他有好手之德 总会给你机会 那还有就是 你生下来之前 你自己选择这个父母 选择这个环境 别有这种情况 你要作为一个挑战 也好 怎么样突破困境 那也是你自己 所以说 这些外缘呢 所导致的很少 有没有意外 当然有 天晚上喝喝梳而不露 那梳的 就是一些小的事 大的事 总是能给你网络得住 为长兄为父 甚至长 长媳 长嫂 长女为母 父母不在之后 你不是说 你一定要尊重他 因为 包括孩子孝顺父母 你这个年长 是你先要 对小的好 才能对你好 都是换来的 那这个 搞清楚 没说 我听说 为什么 都不一样的 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